艺术和时尚永远都是彼此的谬思 曾经在上海、巴黎、芝加哥还有巴西等等 全球很多城市举办的英伦时尚风衣艺术展 今年巡回首站来到台北 以台北的文创和人文为主要精神 邀请了舞蹈家周舒逸 导演魏德胜还有设计师聂永珍等等各界名人 在台北各个角落拍摄风衣照 摄影展开幕当天也邀请了英国超模 还有影后路易靖等等 台湾各界名人出席开幕审会 一轮精品风衣艺术展 今年全球巡回首站在台北 开幕当天英国名模Suki 以及来自台湾电影音乐娱乐等各界名人云集 风衣最大美丽 我觉得风衣会让任何人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可以在瞬间会觉得自己很有自信 然后因为风衣的剪裁吧 跟她穿起来的气势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有型很帅的 其中也包括今年操刀掌镜的时尚摄影师 邵廷辉 其实这次真的很荣幸 因为被Burberry选中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Burberry的粉丝 对我很喜欢他们的东西 然后可以拍到台北这么优秀的一些创作人 然后重点是场景都选在台北市 让我必须再去把我认识的台北重新整理一次 然后做最忠实的呈现 编舞加州书役电影导演魏德胜 平面摄影师聂永珍 共计30位来自音乐 艺术时尚电影 体坛等各领域名人 穿上经典风衣走访台北街头巷弄进行拍摄 每个我都觉得非常有印象 包括像陈其真 聂永珍 或是像陆姐 或者是什么滑板小子 我觉得哇 原来台北其实 真的是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能产生这么多优秀更厉害的人 30张照片 30段风衣与台北城市的对话 透过互动式荧幕呈现 同时搭配实体的经典画风衣展出 英文时尚品牌风衣艺术展 曾于上海首尔 巴黎 巴西等 全球多个城市举办 今年巡回首站台北结束后 下一站将前往香港 成都 一展问世百年的风衣美学